大家好,今晚就蒜蓉蒸生蠔 蒜蓉酱是开大排档的表哥教我的 不发黑不发苦,特别香 这个万能蒜蓉酱很多东西都没用 我就去做一点,剁成细腻的蒜蓉 炸酱含有硫酱和荷黄素,直接炸会发黑发苦 所以炸酱品要先洗两遍 开大排档的表哥,顾给我的主要 放心,八道的蒜蓉绝不会这样水就会洗掉 压干水分,放着晾干一会儿 晾蒜的时候,来开生蠔 生蠔先刷干净 开生蠔一定要带手套或者拿不垫着 烤个粗糙肉风里很容易划上手 你能相信这是我开的最顺利的一个吗? 后面八道小刀我都用上了 连摘带打的很担心炸法被敲 平常就是买开好,这只长件事 以前这路边还还在开,眼睛都不用看 开开开开,一遍这里就开 这里面经验不应该撕开了 应该这样用到割断肉就绑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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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个白痕,直热 一个小时后的战场 千万不要笑我 生蠔洗干净 蒜蓉一半炸,一半不炸 蒜蓉这样你竟然看到有生了有黄了 就是这样,比较金银蒜 平底锅加热再倒油 油温三成热就倒蒜进去炸 小火炸,炸的时候要不停搅拌 我这里炸了两分钟 炸好就倒金生蒜泥搅拌 看大排档里的金银蒜泥也有了 再加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生抽 半勺盐 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我喜欢吃辣,所以放了一点小米椒 你也不放 夜晚能送的酱好了 把它加到生蠔上 对的配方还没煮 就会接到 水滚了以后再放进去煮 盖上盖子,倒入蒸三个半炸 这只把瓜要快一点,不然生蠔就老了 外面太冷了 这是最近的我 哦 我这边可以把糖点灌 撒上一点葱花 在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香油真生毫真的来了 看 有没有咽口水啊 这巧克力花菜一餐就有着落了 赶紧试一下 这个肥嫩的大声好哦 因为我火候刚好 祝口肥嫩一点也不能够 给自己点个赞 多四个门 我才会放入 这个肥嫩的少许 这个肥嫩的灯 我会有很多 Aman